第一章 膝關節疼痛 一張膝關節疼痛 那一開始他也是先 就是講解一下 列舉一下這個 醫學上的膝關節傷害的 幾種常見的 的名詞 這病 他就列出了三種 其實他的整篇 他比較偏重在 股四頭肌腱跟 那個 那個 病腱 那個是病腱嗎 病腱的那個 傷害跟復健 所以他 列的這個病也是有關 股四頭肌腱或病股 肌腱的傷害或病變 那 病骨股疼痛症候群 就是 那個人家說就是 那個病骨嘛 不是會離軸移動 就是他沒有辦法很 沿著那個軸線 那個 病骨勾 病骨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 反正就沿著那條勾在移動 因為他可能內外側張力的不同 還是怎麼樣 會 離軸移動 然後所謂磨損 或傷害 累蒼西下來會傷害的累積 他這種離軸移動 他認為是 就是 膝蓋的旋轉控制能力不佳造成的 OK 那 卡進速症候群呢 其實 也是 他跟那個 跑步或是跳躍的那個落地有關係 所以說 這個落地時 跑步落地時 這個膝關節會內轉的運動員啊 他的那個 卡進速症候群的症狀會更明顯 那這其實也是跟那個膝關節的旋轉控制有關係 所以 目前講的這兩個都跟膝關節旋轉控制能力有關係 那病骨 病骨跟骨四頭肌病變 是什麼呢 呃 等一下我會 解說這個 整個 肌腱病變的一個 病理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 因為在很多章節都出現 同樣的名詞 比方說你會看到很多什麼 什麼地方就會有反應性肌腱病變啊 或者是退化性肌腱病變 這些名詞 那他 全部都是在這一章節做解說 好 他意思就是說 肌腱 簡單來說就是肌腱它有個負荷耐受的程度 只要超過這個負荷耐受程度太多的訓練 而且又沒有好好休息 那慢性下來就可能會引發一連串的病理的反應 所以 訓練要控制在負荷耐受程度之下 或者是 要把肌腱的負荷耐受程度提高 是我們訓練愛好者很重要的兩件事情 好 那他有舉例來說就是 尤其像那種 呃 跳躍專項的 不是跳躍專項的 就是你的專項裡面有很多跳的 比方說 排球員 或是籃球員 你們會有 呃 跳躍膝 那抓舉上脖這些彈症動作中呢 肌腱也會承受巨大的壓力 所以也可能會有類似的這樣子的 病骨 骨骨 骨四頭肌腱病變 好 那 那 總而言之他介紹的是三種症狀 那其實 對我們來說 會受傷 會造成這些受傷的原因 就是兩個 就是 第一個是旋轉的控制 跟 肌腱負荷耐受力的程度 好 那剛剛講到肌腱的受傷進程 他 就是從 由左往右 他是 一個 沒有 是一個 漸變的過程 一開始是 這個 肌腱細胞 受到過度負荷的時候 會有短期的過度反應 這種短期的過度反應 會有 腫脹疼痛 可是這種 這種腫痛感 不是發炎 因此 冰敷跟休息 無法解決 這 必須要 使用 負荷減少的訓練 就是 調整他的訓練的負荷 稍微減少 進行適當的復健 然後在數週之內 就可以恢復到正常健康的狀況 那這種 這種反應 第一階段叫做反應性肌腱 然後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這個 他這個解說 蠻長的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仔細去看一下 他有說 就是 就開始會出現破洞 然後破洞的周圍 他的組織會增後 然後這個 這個破洞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然後最後變成那個膠原蛋白很速亂的時候 或者整個被破壞的時候 就會進入了退化性 變成退化性肌腱 那 剛剛講到這種 一開始的這種反應性肌腱 反應性肌腱病變是怎麼產生的呢 有 他舉了兩種情況 就是訓練新手 嘗試想要像運動 精英運動員這樣 每天訓練 或者一天訓練兩次 那這種人他就很容易發生 反應性肌腱病變 或者是 精英運動員 他過去就是一天練兩次 一週練十次這樣 可是有兩週他就可能不小心哪邊肩膀受傷還是怎麼樣 他就休息了兩週 然後突然又要回去過去正常的訓練 但是這時候因為他的 負荷耐受的程度 他的肌腱負荷耐受程度 其實已經下降了 經過兩週已經下降了 一下子要 練那麼大量的話 他也會有這種反應性肌腱病變 好 那反應性肌腱病變 肌腱為了修復自我 會持續增後 蛋白聚糖會更多的湧入細胞外積質 吸收水分之後 讓肌腱中的膠原蛋白遭到破壞 好 念完這一段話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反正 這時候啊 就是膠原蛋白遭到破壞 這時候 他 就是進入了這個叫做 修復不良 肌腱修復不良 然後等到這些 膠原蛋白 開始分解消失 然後就會變成是退化性肌腱病變了 好 大概補充一下 他那個應該是正常 正常的施力之後 肌肉肌腱本來就會有一些硬力性的施裂傷 些微施裂傷 micro trauma 然後他會有一些 機制去恢復去修復他 所以他會有那個 Pathio Glycant就是那個 蛋 Pathio Glycant 他怎麼翻 翁姐 就是細胞內基質會有一些蛋白質 一些多糖進去 然後去做一些修復的反應 然後跟水 他意思是如果 持續的重複的大 大重量的刺激 然後他沒有恢復到正常肌腱 然後又持續刺激 又持續刺激 他就會變成 後續的變成修復不良 然後到最後變成退化 就是有問題的肌腱這樣 謝謝陳偉補充 原來是這樣 那 要怎麼樣簡單的區分 你是反應性肌腱還是已經 進入了退化性肌腱病變了呢 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感受到 病骨肌腱痛的話 那大概就是第一階段的 反應性肌腱 但如果是這個疼痛啊 是長時間內 反覆的消失跟發作 那可能就已經是 退化性肌腱病變了 OK 那總之 膝關節疼痛的原因 就是兩個 就是特定動作 就是動作控制不佳 就剛剛講的旋轉控制不佳 就是動作控制不佳 或者是過度訓練負荷 會造成你的膝蓋疼痛 好 所以我們檢測就要針對這兩點 我們先檢測然後再開始重建 再開始復健 那檢測就是針對這兩點 你到底是 動作技術控制有問題 還是訓練負荷太超過 太超過就是 你量太多 或者是 你的這個肌腱負荷耐受程度不足 導致你跑一個很普通的量 看起來也沒什麼量 結果也會變成反應性肌腱 這樣 好 那我們就要先檢測了 檢測的方向有兩個 第一個是 生物力學功能障礙檢測 其實就是動作技術的檢測 就是控制的檢測 那控制它會發生障礙 可能就是來自於活動度不足 或者是穩定性不足 那第二個 樹狀圖的下面那個就是 測試你是否是負荷耐受不足 好 那測試的方法 上面兩個 首先先看整體的功能 就是先 自體體重深蹲 單腳深蹲 跟單腳橋式的檢測 深蹲就是 嘿就是深蹲 那比較難的是單腳深蹲 因為 好我們深蹲要看哪些東西 我們深蹲 深蹲它是建議說要赤腳蹲 底部停留幾秒之後再回到站姿 重複五次 把疼痛的位置跟強度 把疼痛的位置跟疼痛程度紀錄下來 然後看一下是否腳會往外轉 是否髖關節偏向某一側 或者是在最低點的時候 屁股是一高一低的 骨盆是沒有水平的 這就是要看的重點 那單腳深蹲的話呢 就要觀察那個足弓 在單腳深蹲的時候 是否足弓會懸前 就是 就是足弓會 塌陷 然後 足部會懸前 或者是膝蓋 膝關節不停晃動 然後根本就是蹲不下去 好 那他有說如果說你試著讓身體 如果你試著讓大拇指出力的按壓地面 穩定住腳趾的穩定性 並且讓膝蓋 可以成功的往第二指跟第四指之間 伸出去的話 就是他不會左右晃動的話 這樣子做可以減輕症狀 那你就是 其實你有穩定性不足的生物功能 生物力學功能障礙的問題 好 然後過來就是之前一直有做的 前面兩章都有講到那個 單腳的喬試測試 那如果就單腳測試 你如果抬起來屁股停留在空中十秒 感覺不到臀部的話 那你可能也要先解決這個臀部的協調的問題 好我們先做這三個測試可以嗎 自身體重深蹲 然後 穿襪子應該是ok吧 大家還是看得到 那個自身體重深蹲 然後看看 自己的腳掌會不會往外旋轉開 然後那個 骨盆 髖關節 有沒有一高一低 或者是偏一側 這樣 彼此幫彼此看一下 他是建議要拖鞋 對他是建議要拖鞋 因為他要看足弓嘛 他要看足底 ok 可以 好 那 過來是單腳深蹲 那個Bella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嗎 到這邊來 拍得到嗎 ok 就是直接做Pistol Squad 對 好 可以 對站起來 OK 對 這個 這個其實很難 對啊 這真的很難 這真的很難 因為要蹲 光是要蹲到底這件事情 就要有相當的活動度 然後 當然也是測試兩邊 兩邊都測試 對 好 就要看一下膝關節是否晃動 跟那個足部是否旋前 其實 Bella兩個都有 對 本來這個動作就是很難的動作 我們先這樣子挑戰看看 那可能這個之後就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就是把單腳深蹲的品質變好 等一下我們會做單腳深蹲的 簡單版 他有一個訓練單腳深蹲的方式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測試而已 沒有 做不出來 應該也算是正常的 就好像我們測那個SFMA 也都沒有幾個可以做到 那個FM的嘛對不對 OK 那髖關節活動 那最後是單腳橋式 測試 那這個就 不要求他 不請大家做了 好 過來就是活動度檢測 活動度檢測的話 分兩個 他只看兩個活動度 就是 有關膝關節 就是上下兩個 髖關節 跟 懷關節活動度 那個罐手可以 他髖關節的話 他做的測試是什麼樣 就躺在地上 他做區寬的 那個 這個一隻腳放著吧 對 他做區寬的 這個 內外轉 內轉外轉測試 就這樣而已 然後他並沒有說要幾度喔 其實 他只有說 看是否 差距很大 看是否差距超過10度 如果10度 而且你的膝蓋又疼痛的話 那這個 10度就是必須要解決的 OK 好 那髖關節的 那個 活動度處理 就是參考 第157頁到第159頁 這個就是上一張的 那如果是懷關節的話呢 就是牆壁測試 跪在牆壁 然後距離 腳尖距離牆壁 腳尖距離牆壁 5英寸 5英寸是12.7公分 就看 看可不可以碰到牆壁 如果不能夠在腳跟還是著地的狀況下 膝蓋碰到牆壁的話 那可能就有 懷關節活動度的問題 那你就是 要 改善懷關節活動度 那懷關節活動度 的改善方式 參考懷關節的章節 活動度 這兩個活動度的處理啊 因為我們 通常都是要看 到底是不是活動度的問題 是髖關節還是 是懷關節活動度問題 所以我們要打對點 所以通常 他會 他建議你是 用深蹲來測 因為你膝蓋不舒服 你深蹲會痛 然後 你就蹲完 然後再 再弄一下那個 懷關節 的活動度 或是髖關節活動度 然後再去蹲蹲看 看是不是有用 然後找到 最佳的這種 活動度的 訓練的組合 OK 好 最後一個是 負荷檢測 OK 那剛剛我們 已經講完了 這邊 已經講完 這個 生物力學功能障礙的檢測了 如果他都 好像還OK啊 那我們就看看 是不是 負荷 耐受 出了問題 那這個負荷的檢測怎麼測呢 首先 要先做自身體重深蹲 深蹲完 然後 然後 然後你發現 可能有點疼痛 這時候 如果說你是有這個 你不確定你是功能障礙還是 還是負荷耐受程度有問題 那 那你就 你現在會痛嘛 那你就是 等一下再連續做十個爆膝跳 你先做完一次深蹲 記得這個疼痛的部位 跟疼痛的程度 然後連續做十下爆膝跳 我做五下就好 做完以後 做完以後 再深蹲一次 然後 看看 他是不是 他的部位有患 或者是他的疼痛是否變得更劇烈 如果是 如果部位沒有患 如果部位沒有患喔 而且疼痛也在同一個區域的話 那就是肌腱病變 就是你是負荷耐受力的問題 如果 你的疼痛有 比方說跳一跳 就從前面 跑到旁邊 跑到內外側的話 那可能 你就是 剛剛講的 這個生物力學功能障礙 就是動作控制的問題 大家先 大家如果 剛好有膝蓋不舒服的 我們先蹲一下 我們先蹲一下 感受一下 在底部感受一下膝蓋 有沒有會痛的 好我們 站起來 好 那 可以的話就連續十個爆膝跳 連續十個爆膝跳 好累 加油 大家加油 有有有 不好意思 大家 好累 好 連續十個爆膝跳之後 來再蹲蹲看 沒有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 感覺更舒服 熱開了 好 好 OK 剛剛就表示 各位應該都沒有 基建病變的問題 因為如果有的話 這樣子連續十個爆膝跳 它其實對那個 並肩 跟 並肩跟股四頭基建的 衝擊是很大的 那這個測試 那這個測試 我忘記他有沒有說 這個測試還要再做單腳測試 有說嗎 有有有有 單腳爆膝跳 所以還要 還要再進行 單腳爆膝跳 然後爆膝跳完以後 再蹲蹲看 嗯 搞不好你這樣子就開始痛了 好 所以說哇 你雙腳的附和耐受度 OK 可是單腳的附和耐受度 因為更劇烈 就不行 單腳怎麼做 單腳 幹怎麼做 我剛剛怎麼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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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問題喔 我有想過 我想說 正常人怎麼可能做爆膝跳 所以說 這本書本來就是寫給力量訓練的愛好者看的啊 所以 他可能是舉重選手 有可能是建立選手 這樣錄起來怎麼那麼像洞洞 好 沒關係 不勉強 我想應該有問題的人 雙腳應該就有出現問題吧 他是有說雙腳測完如果 好像沒什麼差別 你可以再測一次單腳 讓他衝擊更大 因為 其實你在做重量訓練的時候 或者是舉重的時候 你是有更大的衝擊的 這個只是一個簡單的測試 這樣 好 OK 接著我們就開始進入 你就找到了嘛 你到底是 這個 技術控制的問題 還是訓練負荷耐受不足的問題 接著我們就開始進入 重建了 重建 分五個步驟 這五個步驟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改善活動度 剛剛活動度就 沒有再細講 這應該大家都很明白 好 過來是提升膝關節的穩定性 要怎麼提升膝關節的穩定性呢 補充一下 那個活動度是寬 懷跟寬 不是膝 對 其實我們有學那個 我們在學那個深蹲的活動度的 一些章節裡面 不是都會很常會說 膝關節需要內外轉實度嗎 但是本書沒有提喔 完全不提膝關節的內外轉實度 他認為活動度應該還是 懷關節跟胖關節影響最大 好 那題外話 那 他就有做一些比較 就是他拿開放鏈跟封閉鏈的動作做比較 那 比較之後他認為 做 提升膝關節穩定性 循序漸進的學會單腳深蹲 是 最佳的方式 就是單腳深蹲 就是 棒的不得了 大家一定要會 而且要練 這樣 讓他越練越重 那為什麼開放鏈的動作 他覺得 他認為不行了 因為 比如說開放鏈 比方說我們要鍛鍊骨勢頭肌腱 那我們就 做那個踢腿肌有沒有 或者是綁沙包 坐在那個治療場 然後把腳伸起來 那這個動作呢 他等於是 因為 我們 病骨跟骨骨在 膝蓋伸直的時候 他的接觸面積是最小的 但是 因為我們這樣舉直的時候 這個張力是最大 那個骨勢頭的張力是最大 就是肌腱的 對於病骨的壓力是最大的 那在這個壓力最大 而且接觸面積最小的情況下 那可能就會有傷害 所以他認為這樣子只會造成更多的疼痛或刺激 所以他不推薦使用這種 如果你在重建過程 你不要去做這個 這個 與其做應該不是說不要啦 就是說 這個 不是上上之選 開放練動作不是上上之選 那另外呢 有一些人為了要練那個膝關節的穩定性 那是不是 要做臀中肌 就是臀部外側的 這個 啟動嘛 就是讓臀中肌更有力氣一點 讓我們的膝蓋不會內塌 然後所以就做那個側躺棒殼式 有沒有 或者是側躺的那個開腳 用彈力繩這樣 可是他覺得那個東西 他覺得說 我們落地或者是深蹲時 膝蓋會這樣內塌 就是膝蓋會外翻 這種技術品質不佳 其實是一種習得的動作模式 不是因為髖關節的肌肉虛弱所導致的 所以傳統上只用這種半殼式 只強化了髖關節外側的肌力 但是沒有解決問題 因為他的習得的動作模式 並沒有被改變過來 改變回來 所以必須要做同時強化肌力 與穩定性的封閉鏈動作會比較好 也就是做單腳深蹲 單腳深蹲 你為了要保持膝關節的穩定 你也是會大量的啟動你的臀部的外側 要怎麼樣做呢 第一個 從頭矯正低部 我們先從頭矯正深蹲技術 建議 每天進行二十下的兩到三組深蹲 要注意足底三角 他花了大概兩頁的篇幅在講 說足底三角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足弓的這個 第一腳趾跟 那個叫什麼 腳球 第一直指關節 跟第五直指關節 還有腳後跟的地方 要平均的落地 要對地板施加壓力 要對地板施加壓力 第二步 喚醒臀部肌肉 那一樣 這是採用雙腳喬式 單腳喬式 讓臀部可以正常出力 再來也可以用彈力帶的側肘 或者是單側的外展訓練 彈力帶的那個外展訓練 好 那我們 欸 可不可以 那個貝拉幫我拿那個mini band mini band給他們 我們稍微做一下就好了 我們稍微做一下就好了 好 那個mini band可以套在那個 懷關節的地方 我們就是照書中做 那個他拉不開 要拿mini band 還有帶子嗎 還有mini band嗎 還有mini band嗎 沒有沒有那個帶子裡面 那個小灰色小帶子 有嗎 可以啊可以啊都可以啊 啊就套在懷關節 好 然後採用微蹲姿勢 太適合我了 對 這個超重的 懷關節嗎 對他書上是套懷關節 可是 欸套竹布有什麼特別用意嗎 其實比較好其中 更其中更多其中 真的假的 真的 為什麼有這個秘訣 怎麼會有這種秘訣 對 啊你套膝蓋下方是有什麼 還有什麼秘訣嗎 所以就比較 用更多的 哦 好 厲害 各種 因為套懷也還有差 好 OK 那 我們 他做的話就是 他微蹲嘛 微蹲 然後做這個 彈力帶側走 就是先往一邊 走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們在走的時候 要注意 後腳 就是後腳要把地板往旁邊推開 所以不能夠只有前腳伸 伸遠 要後腳也要往旁邊推開 然後不要縮得太短 不要縮到就是 等你下一步出去的時候沒有張力 就是不用縮太短 對對對 啊還有一個訣竅就是 如果 腳尖可以朝內 就髖關節可以內轉的話 會更多的 臀部 好 好 那過來就是 那個 單側的外展 好 啊其實就是 那個 就是 注意控制我們的支撐腳 然後把 這隻腳往外打開 好 懸空那隻腳往外打開 好 好 大概是這樣 最後是 然後過來就是 喚醒了 臀部肌肉之後 訓練了臀部肌肉之後 我們再來 學習單腳深蹲了 他說了 為了追求大重量的深蹲 應該要努力做到 並且保持高品質的單腳深蹲 他讓你在活動度肌力跟穩定性 都維持著高水準的狀態 不過因為受限於活動度 我們並不是像每個人都可以像那個 Bella可以做 Pistol Squad 所以 那 不能夠做到單腳深蹲 我們至少要可以做高品質的 20到30公分的觸地 欸拍謝 是20公分 這有沒有20公分 應該沒有 沒有齁 再一塊綠色 好 怎麼做呢? 好 我們 首先 第一步 就是 我們的 他建議是可以照全身靜做 那兩邊的髖關節要 一樣高 就骨盆在過程中啊 不要變成是 不要變成是這樣 就是 就一邊高一邊低 尤其懸空腳這邊 我們可能會比較低 所以我自己的教學是 就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要想像支撐腳要下 但是 懸空腳 這一隻腳 的礦關節 骨盆要 屁股要往上提 好 就這樣慢慢蹲下去 腳後跟輕輕輕點地 站起來 這樣 好 所以腳後跟輕輕點地 OK 那 可以做15到20下 2到3組 然後最終目標是可以做30公分的深度 OK 好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這樣 那個可以 好 腳後跟喔 腳後跟落地 對 輕輕的 有沒有看到 你快要落地之前 你就 那個歪下去 對 所以這邊要一直提高 阿 要做 寬腳鏈動作 不是做膝蓋喔 是做寬腳鏈動作 對 阿這邊要提高 這邊要提高 對 提高 對對對 好一點 好一點 其實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好 要都試試看嗎 大家都試吧 那要試吧 好 單腳深蹲 家綿也要試試看 你是不是可以做Pistol Squad 我不大 有點硬做 就是考試整一下 考試硬做 對對對 好我們下去的時候 沒有 覺得大概幾乎 為什麼你馬上就碰到地了 你這個人 怪怪的喔 這比例不太對 他有說腳後跟是輕輕點地 所以要 輕觸地 所以就好像 下面有個那個蛋殼 你不要把它 撞碎了這樣 他撞我 然後 然後 他裡面 文字沒有講 但是看他的姿勢 你可以看 214頁 他的姿勢是 身體往前倒 後 全空腳是往後放的 其實我後來有試 這樣子可以增加穩定 這樣子 不太容易穩定 可是這樣子 比較容易穩定 你的膝關節會比較穩定一點 對不對 這樣比較好做 這樣比較好做 這樣好做很多 很賊 不講的 好 ok 所以 接下來就是 學會了這個 觸地這種 類單腳深蹲 單腳深蹲的這種簡易版 那 接下來我們就要提升我們的平衡能力了 提升平衡能力其實就是 先做 觸地的動作 這樣觸地動作 就是直接在平面做 然後 懸空腳 往不同的方向伸遠 伸得越遠 就越能夠挑戰 你的支撐腳的穩定性 好 所以就是 等於是懸空腳在地上 就是 伸出那個 那個叫什麼 米字形 之類的 半邊的米字形 就往不同的方向伸 ok 最後是加強 下半身的控制能力 它的方式就是說 因為你本來有膝關節控制的問題 你深蹲或單腳深蹲的時候 膝蓋會往內塌 那你平常都只練單腳深蹲 其實是不夠的 你要加強這樣子的下半身的控制 你要加強這樣子的下半身的控制 它等於是 要給你這個 往內塌的 往外 啟動 髋關節外側 往外的這種 動作 要給它阻力 讓它更能夠強化這個本體感覺 所以就是怎麼做 就是膝關節 套那個彈力繩 不 套那個彈力帶 然後做深蹲 就是把它往內塌 往 內側壓 然後或者是單腳深蹲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彈力繩 往內側 拉住前腳 然後 然後你要 向外抵抗住它 然後做 做這個 分腿蹲 這樣 ok 好 所以 提升膝關節穩定性 好 所以我們改善了活動度 提升膝關節穩定性了 ok 接著我們就要提升 負荷的耐受度 我們過去都會覺得說 訓練過頭了 我們就休息嘛 就完全休息 可是他說 不可以完全休息 完全休息的話 會讓你的負荷耐受 程度 下降的更多 然後導致你之後 很容易會 就是 再次發作 就是你之後 回歸訓練的時候 會很容易又傷到 又再次發作 那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等一下會 介紹各種訓練 那這各種訓練 我們都可以用一個動作來去 去進行 前側跟副側 他就是說 找一個斜25度的 那個 傾斜25度的那個 的 斜板 他有特別強調 這是以前的治療師們 會做的 肌腱的訓練 就是斜板 先單腳 深蹲 蹲到可以接受的最底的時候 然後雙腳站回來 看看你這個膝關節疼痛的狀況 所以可以用這個做前側後側 然後來看看你做完這種 耐受度訓練的時候 他的疼痛狀況有沒有變好 那首先第一步 我們要調整訓練計畫 這訓練計畫的調整 當然就是因為你練過頭了 練到超越你的耐受程度了 所以我們要調整訓練計畫 是降低訓練頻率 或者是調低訓練總量 一次調整一個變音就好 然後觀察膝蓋的狀況 但是不能夠調到太少 也不能夠完全休息 要找到一個讓肌腱可以痊癒的 完美的負荷量 太多太少都會讓疼痛容易復發 好接著我們調整完訓練量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強化我們的肌腱了 強化肌腱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等長收縮的訓練 等長收縮訓練有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可以做45秒 就停留45秒 重複4到5次 第一個動作就是靠牆 靠牆深蹲 然後吸驅60度 所以不是90度 是60度 吸驅60度 維持45秒 當你可以停留 當你可以變成 你覺得45秒結束 我好像可以再停30秒 那就換成單腳 我們試試看單腳 單腳 一隻腳抬起來 抬起來 就這樣 單腳 如果你 可以了學習 如果單腳也都可以 再多30秒支撐的話 那就換成西班牙深蹲 也是一樣停45秒 OK 這三個動作我們先試一下 大家先靠著牆一起停45秒 好 隨便靠一面牆都可以 好 好 開始計時 那個 那個魚泥要再蹲低一點 那個 灌手魚你這樣只有45度而已 我們要 再下去一些些 對對對 好 我只是就是先讓大家感受一下而已 這真的蠻會 後面會蠻陡的 45秒蠻陡的 對阿現在已經30秒了 漢明好像有點太高 要再下去一點點 阿你的腳掌可以踩前面一點 讓 讓那個 鏡骨跟 跟地面是垂直 好OK結束 OK 好加油加油 那 接著 單腳就不做了 其實我覺得單腳壓力也是 蠻大的 那我們來這邊看一下西班牙深蹲 一個特別粗 特別重的架子 好 因為它 比較有 翻覆的可能性 好所以 所以就是要找那個 有鎖起來了 這個好像不夠粗 我好像會往後倒 不過沒關係 你一樣是做靠牆深蹲 就是這樣 因為 就這樣 一樣 對 有一種機械 對有一種機械 是踩著 對 有一種機械 是踩著 被推到緊蹦 蹲的時候 還可以再往後一點 再往後 蹲 欸 他的動作很標準 這就是西班牙深蹲 西班牙深蹲 西班牙深蹲 西班牙文...ok 那過來就是等章收縮訓練 那等章收縮訓練 就是這個練了一陣子之後 我們如果對於 那個你的疼痛有減少到3分之10以下的話 就可以開始做等章收縮訓練 等章收縮就是裡面有等長 有...不是等長 向心 有向心離心的動作 然後他推薦要做大重量的慢速阻力訓練 然後推薦兩個動作 一個是向上蹲跟保加利亞分腿蹲 那向上蹲呢可以選擇一個平行的深度 平行深度就是可能要比這個再更低一點點 比方說我這個木頭椅子好了 這個木頭椅子 這好像超過平行 稍微超過平行 不過大概可以曉得就是 我們用... 不一定要平行啦 也可以更高 就是看你的疼痛又引發的程度如何 就是在不要引發程度 不要引發到太痛的程度之下 我們限制高度 所以就做向上蹲 然後採用慢速的嘛 剛剛說要大重量慢速 所以要3-1...他採用3-1-3的節奏 3-1-3就是我們下去... 下去3秒 所以開始動作的時候 我心中都會莫屬 0-1-2-3 就差不多到平行的位置 停1秒 3-1-3停1秒 然後上來3秒 0-1-2-3 OK 好 因為根據研究顯示 要70%以上的強度 才會對基件產生適應變化 因為我們在提升他的訓練耐受程度嘛 所以我們要做ERM的70%以上 所以太少的刺激 其實並沒有效果 那但是一開始 因為你只是一開始在學習這個動作 所以一開始還是會建議你 採用50-70%的重量就好 然後一開始是先做15下4組 然後逐漸的加重 可能做了2-3週之後 逐漸加重做10下4組 做8下4組 做6下4組 然後逐漸加重 加重到70%以上 然後過來是保加利亞深蹲 我們前腳要負擔90%的體重 然後後腳只是放著而已 然後我們在蹲的時候 也是一樣採用3-1-3 就是慢慢的下 慢慢的下 慢慢的下 底部停一秒 然後再慢慢的上 慢慢的上 OK 那這個停一秒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避免你把那個基件 當成彈簧一樣使用 就是避免它讓它發生這個 像是 伸展收縮循環的這個 這個使用方法 就是避免把它好像當成那個跳躍的 有剛性的基件在使用 所以說 我們就是在下面 停一秒 讓它的那個 牽張反射消失之後 我們再慢慢的上來 OK 好 所以全部 剛剛講的全部的訓練動作 疼痛都不可以超過3 就是以10來分的話都不可以超過3 如果超過3的話 表示你動作太快 幅度太大 這邊很特別喔 它前面很多訓練都講 你要再無痛 就是前一個動作無痛了 下一個動作可以開始進行 那它不是 因為它這邊要訓練你的 肌腱耐受程度 所以說它可以在保留少部分疼痛的情形下 就要再做 就要開始做訓練 做這種等長的訓練跟等張收縮的訓練 OK 好我們一起做一次313的那個相上蹲好了 自己先找椅子 做椅子就可以了 好 好我們 我就聽我口令這樣 大家感受一下就好 有感受過就會記得 好開始囉 0 1 2 3 好剛好碰到一面 但是我們不坐上去 我們碰著 1秒鐘之後 0 1 2 3 OK 好 邀請三位來做我們那個 法加利亞深蹲 那法加利亞深蹲一開始負重可以用高腳盃 可是因為你必須要越練越重 你就默念就好 自己默念就好 要越 因為它要越練越重 所以 所以當你開始 越練越重 那個抱的狐領越來越重 已經很難抱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用槓領這樣 為什麼對側腳會很痠 對側腳會很痠 對側腳會很痠 你用腳去推這個泡棉滾通 所以你要盡量90%的重量 有在前面 有都在前面 你好像在做單腳深蹲這樣子 前腳處理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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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剛好也是你可以訓練的東西 好 好最後回到增強式訓練 然後我們都練完了 好就是練的 練 再提醒一下練的時候 都是可以用25度斜板單腳深蹲 來進行前側跟後側 就看看你練完這個保加利亞 是不是更好了 如果更好就表示我們方向正確 增強式訓練 回到增強式訓練 回到增強式訓練 如果你的 斜板單腳深蹲已經不會痛了 就可以來進行增強式訓練了 啊增強式訓練呢 他建議 不要每天增強式訓練 要跟剛剛我們的那個大重量 慢速的深蹲啊 大重量慢速的 動作 要穿插著練 不要每天做增強式 因為增強式對那個基劍 其實是很大的衝擊 他是需要恢復的 那訓練動作的話 有落地 我們就 就示範就好 大家不用試了 就雙腳落地 那個灌手幫我示範一下 就走下來雙腳落地 對手下來雙腳落地 還是要有寬腳練動作 盡量可以吸收掉那些衝擊 對好 然後過來是單腳落地 就是也是走下來 然後單腳落地 對好 然後要變難度 除了換單腳外 當然也可以把它提高 啊我們之前好像有 我們內訓的時候有提到就是 超過60公分以上就開始 沒有什麼訓練成效了 從二樓跳下來 對超過 電子超過60公分 好像就是這個高度嗎 好像就是這個 欸這是90嗎還是幾十 忘記了 30英吋 30英吋 就是60幾公分吧 對差不多 就是從這個最高下來 就差不多就頂了 你就不用再把高度加高了 不然怕你哪一天可以從101上面跳下來 好沒事 好回到增強式訓練 那 一直到最後我們還可以練更進階的 連續原地跳 就是 這其實就是跳繩 跳繩也是一種 這個 增強式訓練嘛 爆膝跳 就我們剛剛測試的爆膝跳 連續的立定跳 開始不是原地跳了 有方向的移動 有死狀面的移動 或者是加速減速的方向改變訓練 有一個蠻有趣的影片 可是今天 沒有 我沒有把它下載 他就是 他這個加速減速的訓練怎麼 就可以兩人配合 比方說我跟灌手配合 這個東西 就綁在他的腰部 你幫我繫在你的褲子上 對 繫在你的褲子側邊這樣 類似啦 類似就可能他綁 剛好他有穿皮帶 然後我在他後面 這個彈力繩應該是蠻長的 可能像正常的彈力繩長度這樣 然後他就跑 我就要追 然後他又突然擊殺 我可能衝過頭 我就把他拉走了 或者是 他可能就突然衝右邊 突然衝左邊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練習 加速減速方向改變 OK 過來就是舉重了 因為他是舉重熊 這個是寫給舉重愛好者 力量愛好者的書 所以 我們要回到 最後還是回到舉重 他建議就是 舉重中間還是要 隔一下 而且你的這些 大重量慢速阻力訓練 不能夠放棄 要繼續訓練 那休息的那一天 主動恢復日 可以練 等長收縮的訓練 好 最後講到那個 其他的被動治療跟護具 就是 比方說 冰敷 針灸刮殺 目前都沒有證據指出 他可以恢復肌件的耐受強度 那 唯一的方法 目前有證據的 唯一的方法 就只有 用 訓練 訓練 而且是 有負荷的訓練 高強度的訓練 其實70%以上 已經很強 我們講一個概念 就是 你只能夠做8下的重量 是80% 所以 70% 大概是10到12下 就是你只能夠做10到12下 你做不了第13下的重量 可能大概就是你的70% 所以這個重量其實很重 假設你是一個蹲100公斤的人 你一下可以蹲100公斤 那70% 就是70公斤 就是你就是要扛的這麼重 在做訓練 在做你的復健 這樣 好 最後講到那個束帶 綁帶 支架 筒狀呼吸 然後他 前三者 有些人就拿來練 拿來 他認為說 很多人就把他拿來做那個 掩蓋膝關節疼痛的東西 但是不可以這樣用 你還是要認真的對待你的膝關節 那筒狀呼吸是他比較推薦的 因為筒狀呼吸你在帶的時候 像我們那種舉重用的那種筒狀呼吸 他並沒有什麼支撐或限制的效果 他 會提升你的本體感覺 提升你的深蹲的技術 好 最後進到問題討論 我先推薦一下 昨天陳醫師 那個什麼 白天手術房 晚上 舉重房 反正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YouTuber YouTube頻道 很陽春 跟我的差不多陽春 就是他就是PowerPoint 然後他就在旁邊講解這樣子 我很推他的 因為他自己有在練 然後他也是胸腔外科醫師 他做了很多這種文獻的閱讀 他主要都是 Focus在文獻方面 然後他有講到 這個基建訓練後發生了什麼變化 剛好就是昨天上片 可以看一下 他又講到那個陽視定理啊 還有 還有虎克定律啊 就是我們的基建透過訓練之後 他發 他的 他怎麼樣變強壯 他裡面有提到一個蠻有趣的結論 就是 其中一個結論是 增強式訓練 沒有辦法提升基建強度 這個也是我蠻能認同的一件事情 所以 增強式訓練這本書 他也沒有把它放在復健 他是把它放在復健後的 運動表現的提升上 OK 好 那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生物力學 他裡面有提到 生物力學功能障礙 很少跟負荷耐受力的問題共存 就是你要嘛就是技術控制很差 要嘛就是基建的負荷耐受程度不足 好這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基建負荷耐受這個問題啊 全身的基建 甚至是韌帶都有同樣的特性 或者甚至是軟骨 其實都有同樣的特性 好 我的 到這邊 他主要其實有講到那個 膝蓋不是只有這些問題啊 只是以單純非醫療處理的部分 怎麼去讓 就講到那個股市頭肌的基建跟病股 那個patella病建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還是 還有另外再找專業的醫生或者是 治療師去做其他的診斷 所以他後續的內容看起來很單調很陽春 可是那其實就是針對這個部分去做訓練 因為其他比如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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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掌機啊 還是什麼 那個 那是哪裡 bicep的問題 他都沒有提到 他主要是提到那個 這個 patella femoral syndrome 嗯 鼓鼓這邊纏痛的部分 阿為什麼 你不是 就是我剛剛有技術控制跟 負荷耐受程度 為什麼 很少 很少共存 我想他 就是你的力學要好 你的力量才會 本來就是 本來我們在做下肢的訓練 力量他就會在 並股 並肩跟那個 骨市頭肌的基建上 嗯 因為蹲你去拉扯他 對 可是你的如果 有一些活動肚的問題 或者是控制的問題 他有一點torsion 有一點旋轉 他最大力量 就不會在這個並肩上 所以他就比較不會 對並肩產生 因為超過負特 然後讓他產生 肌肩的病變 然後又持續的練習 又沒有修復 然後又變成退化性的部分 嗯 他可能會有其他問題 先跑出來 不愧是成為 做一個問題 他總是把這個問題 做到一個問題 做一個問題 做一個問題 不是 是 已經是 又會 做一個問題